前任失踪灭婚惨伦小三情商女,失恋旅行团就输爱情 失恋时除了剪头发,还有很多人会选择旅行散心,最近香港就出现别具特色的失恋旅行团,好帮助参团的情商男女重新出发,走出失恋阴霾。 特别是这旅行团团费全免,每位出发前可以到该旅行团脸书专业拍卖前任留下的爱情遗物,不及旅费,还会获得航空公司送到二分一年后的东京来回机票,让参加者一年后与新欢同游东京。 这么好康的失恋旅行团成员是如何选出来的? 原来是请报名者写一封给前任的信,由内容选出四名失恋团员,当然能从众多人中脱营而出的团员。 每个人的失恋故事都很精彩,让我们先听听想爱一个人都没资格的游米,她回到伤心地日本浅草挥别过去爱的回忆。 现在有多伤心都是因为当初太开心,说起那段已逝的恋情,游米依然留恋。 冬天她知道我会咳嗽不舒服,她会突然跟我说在我家楼下,就为了送一瓶止咳的饮料给我,我最喜欢的就是她可以知道我想什么,她以为终于一件命中注定的另一半,但原来一切美好都只是幻象。 热恋一段日子后,她才知道自己是第三者,原来她还有另一个女朋友,女方和她的家人和她的事业有相关,她说如果要和我在一起,她必须舍弃所有东西,我没有资格也没有胆量要求她为我舍弃所有,因为当时我真的什么也没有。 失恋旅行团的工作人员首次接触游米,觉得她有种无法释怀的执着和不甘心,所以希望这次旅行可以帮她放下心中的郁闷。 要真正放下,必须先勇敢地面对过去,游米失恋旅行团的首日行程,决定穿和服众游伤新帝日本浅草,分别去金户神社和浅草祈福。 第一次我自己去旅行的地方就是日本,我知道她没法子陪我过圣诞,所以我不想留在香港,上次来的时候好不开心,好多负面情绪,觉得好孤独。 问她这段感情觉得最受伤的地方,原来是前任突然失踪,那年新年她说要和父母去外国过年,之后就音讯全无,原来她父母要他们在那边结婚,我知道我们这段感情不会走得太远,但她最后选择用这种方式离开,我很伤心。 她用尽全力去爱,却连一个最后的交代都得不到。 虽然前任失踪跑去密婚让游米心碎,但她对爱情仍然有深切期望,想祈求幸福,很难要求神明完全保佑一个人人生没有波折,但希望顺境逆境都可以度过。 希望她赶快忘记过去走出伤痛,勇敢迎接下一段恋爱。